在Netflix原创剧集《已无知名》中 表现出多遍表情演技 并牢牢抓住观众视线的他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公开资料少知又少的演员 张力 1989年2月14日出生 受到国中时 对他照顾有家的老师影响 之后他便选择艺术高中就读 高二时就开始出演舞台剧 表演结束后还曾因为控制不住情感 而止不住泪水 那时他就觉得这是他该走的路 因此便梦想要当演员 2013年他透过独立电影出道 虽然他想当个成功的好演员 也想要接演很多戏 但为了先满足自己的演戏欲望 所以先选择在相对较多演出机会的 舞台剧界发展 在舞台剧界他遇到了许多好同事 好演员和好角色 并学到了许多 其中若有电影和电视剧演出的机会 就算是小配角他也会努力演出 过去他就在电视剧 《我的大叔阿斯达年代记》 《秘密森林2》中出演过 虽然是人气电视剧 但因为戏分太少 所以都没能被观众注意到 他的名字首次被大众讨论到的 就是短片剧《拖吊车》 剧中他和李泰善一起担任主演 并担任李泰善对立的角色 他也将剧中角色诠释得很好 收到了许多好评 虽然在电视剧和电影圈中 他是默默无名的演员 但在舞台剧界 他已经是能够担任主演 并在舞台剧上展现精湛演技的演员 2014年从舞台剧出道 2020年开始便在舞台剧中担任主角 成为受瞩目的成长中演员 2018年他和已无知名的导演 就在电视剧《无法律师》中 已经合作过了 当时他还是以小配角身份出演 那时导演还觉得他的演技不足 因此跟他说别再见面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练 他也在舞台剧中整形出好演技 并成为受关注的演员 他也参加了已无知名的征选 导演看了他有所进步的表现 便想过去表现的不是太好 但这次有所进步 若再次合作是否能创出好成果 就带着半信半疑的心选了他 导演不是以角色去选演员 而是先选好演员 再配给他们适合的角色 那时导演在安普贤 李学舟和张力之间苦恼了很久 最后导演认为张力的长相 同时拥有纯真和邪恶的感觉 所以才把独江才的角色给他 而他也为了要符合角色形象 刻意减重了10公斤 出演已无知名的演员 蒲喜勋 在许多访谈中都表示 本剧最大的受惠者会是张力 虽然韩勺希才是主角 但因为他本来就很知名 所以才会表示大众还不太熟悉 默默无名 但演技又好的张力 会是最大受惠者 而果真 他在剧中精彩的表现 也让观众印象深刻 他也在已无知名上档几天前 开通了个人的Instagram 随着聚集元气越来越高 好评不断 他的追踪数也暴增到6万人 虽然目前还没有到大爆红程度 但相信继续努力 很快就会知名度大开 期待未来他的作品表现 以上就是这集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 未来发展 备受期待的 张力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